2012年3月18号 一个网名为不爱我的走的网友 在某贴吧中发帖称 李宇春因整形失败意外死亡 该帖颜值早早 将李宇春的死亡时间 和发生医疗事故的整形医院详尽列出 但随后李宇春的经纪公司就出面提谣 就在此不实消息传出的第二天 李宇春本人出现在某活动现场 此举也让谣言不攻自破 在事情发生三个月后 李春一纸撞书将谣言散布者告向法庭 则令被告人邹某公开赔礼道歉 恢复其名誉 并支付精神损害赔偿金十万元 李宇春使用法律武器来惩治造谣声势者 得到了不少粉丝和朋友的支持 不管造谣者搏眼球也好 随意恶搞也罢 这种事关生死的事可玩笑不得 娱乐大众也要讲究度的把握 他用句老话 极所不欲勿施于人 你 感谢观看